孜孜 卖衣不卖生啊 分离了 谁要买你这个赔钱货 你听我说 我要营养姐 我还想当玉皇大帝呢 你连奇门道长的浮游阵 都能一眼看出端倪来 杨锦的断页十三刀 你一定也了解 对不对 不知道不知道 我都是听说说的说的 不知道 求求你了 你说什么 求求你了 求我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能让你一夜之间武功暴涨 我要真有那本事的话 要写什么小圈 早开宗礼派了 你一定有办法的 你快跟我仔细说说 杨锦的断页十三刀 不如我好好和她说道说道 说不定 真能让她知难而退 确实这个断页十三刀啊 倒也没有什么抵御 要从这一点来说 确实啊 你有什么可怕的 这断页十三刀呀 和你们这些名门之后 所连的刀数相比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是吧 倘若悟性足够的话 这断眼刀十年之后 绝不会是你对手 这样 你去问问千岁忧 周姑娘是个什么意思 好 晓鸵 摊 哄 他得到不仅快还重 重 这一刀下去 可比我的手快成百三千倍呢 拥手贱人来袭 肯定仓皇格挡 扬紧的道你也看见了啊 非常重的 这要顺势压下去 指不定你还能不能握住冰刃呢 更何况你现在有伤在身 那我这两天就专心练快 我知道你想维护男刀的名声 所以啊 你更要避而不战 现在你好不容易占了理 主动权都在你自己手上 就算你怎么样也不应战 这事情传出去了 也只能说是杨锦的手段下作 这刀剑无眼 你为何非要争这一次呢 以后又不是没有机会 就算我躲过了这一场 难道我以后就要顶着男刀这个名头 到处招妖撞骗吗 等着什么张锦王锦李锦的 继续挨个上门找我来比试 就算是投机取巧也赢不了 那至少也是堂堂正正的技不如人 也比藏头楼尾强吧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逼了 你没有杨锦专心 也没有杨锦基本功扎实 更没有他一心一意打磨出来的快刀之反 天下不攻 唯快不破 你告诉我 你能怎么破 杨锦练刀数年 只为了一件事 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刀更快 但是你不一样 你试试刀法大加 你要是没有足够的底蕴 恐怕连模仿也模仿不会 你小时候跟令堂习武时 所觉必不止于刀数吧 其他门口都有所设立 对不对 你见识多 视野宽 倘若悟性足够的话 我的破血刀 能比杨锦的刀更宽吗 赢不赢杨锦我不在乎 谢雨说得对 我要赌 朝朝无迹可寻 不追逐他的快刀落在我的牧场 你这是做什么 变刀未果 拿个树枝出气啊 信息讲完了 讲完了 凌阵脱逃的故事讲完了 该讲解舍命取义 陪君子的故事了 我怎么听这个话 我怎么听这个话 好像是在讽刺 不错呀 阿云 这都听出来了 我讽刺我自己还不行吗 有个热衷武学的女侠在 岂不就是舍命裴君子吗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没有啊 你现在是不是心跳加速 浑身冒汗 双甲滚烫 甚至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 我没有啊 怎么样 我敢看吧 信了吧 你打我干什么 你 你欠奏 我 阿妃 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 自己什么情况 你平日里要斗过杨姐 还得靠机制 你如今这内伤才刚刚好 实力因此大打折扣 你要怎么比 我 我知道你要说我瞧不起你 凭什么觉得你输定了 所以这些日子 我都避开这个话题 只给你做刀法分析 这方才你也看到了 你不过才打了我一掌 就痛得嗷嗷叫了 这要真跟杨姐对质 后果 就不用我再坠说了吧 谁要嗷嗷叫了 我知道你倔不信邪 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 哭了 还哭上了 你去哪儿啊 你宝刀不要了 不要了 那你还比吗 那你还比吗 不比了 有那闲工夫 我还不如多琢磨琢磨自己的刀 那宝刀我拿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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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